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能源企业为客户的一家IT企业 然后给他们做结酸系统一样的东西的一家技术企业 然后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后端的软件开发 这个也是以加码为主要语言 还有什么Heyson之类的 就这个方面 其实说起来是完全没有 我7月份毕业 但是我当时的打算是我先玩两个 就是这个加码为主要的一个同学给我一个内推 然后非得让我去试一试 于是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 因为他那个工作的内推 他那个工作介绍什么的 就现在这份工作 他和我特别的特别符合 就是我们加码为主要的东西 和我的目标企业目标的一个工作 也都特别的符合 所以他一定要让我试一试 于是我就去试一试 结果在我 结果就直接就下楼 所以就是在我计划找工作 前的两个月 我又已经找到了工作 就是这么一页 企业对于我们安全 level的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 但是关键在于我是觉得吧 确实就是我们这种 我是一个转专业的 我大学本科学的也不是累 所以我实际上也只学了两年的IT 所以我当时我是觉得这些 两年IT实际上有什么真拿得出手 我都可以让企业什么看得上 我觉得我可以为企业创造什么价值 我觉得也没有 所以虽然企业对安全 level没有什么要求 但我觉得学两年也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实际上真正在面试当中起作用的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两个东西吧 一个就是当时实习的项目 相当于是用了Spring框架 就是后端的一个框架 这个东西就是学在两年 研究生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讲过的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一个企业用到的一个框架 所以企业基本上就是觉得 你至少得用绘个这么个框架吧 这也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 但实际上你两年的学习里边 还真就连这个要求都没有达到 所以这也是当时 我当时猜到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大学 或者学校研究生学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你企业以后 真正要用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去找了一些 就是像教人这样子的一些机构 来学这个 以后企业里边会看中的一些技术 一些比较行业内用的一些技术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AWS也是一个框架了 就是这两个是技术方面来讲 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然后我正好是因为上了这个课 所以这两个技术方面的东西 我都有了解 也都 Spring有一个 那个project有一个项目 但AWS只是有了解 所以人家问起来的时候 还能说得上来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其实另外的话 企业对于 对于entry level 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也就是你这个表现的 还愿意跟人家交流 这个好像 好像还能说得上话 别 别这个人家问你半天 也达不上线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其实是挺明确 就是我已经 我当时就已经觉得 肯定是两年学的东西 和你以后找工作 根本就是搭不上线 你那个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 和你以后工作里边要使的东西 根本就没对上 所以我当时是直接 我就想找一家这样的企业 来学一些 以后工作中会用到的一些 然后就旁边找工作 一些的那个 那个技术 就相当于是 好多人在工作的 前半年或者前一年吧 都在学这些框架 那这个时候 对于企业来说 它就是一个成本 因为这半年 相当于他在教你 你也没给他创造什么价值 所以你可以相当于是 你把这半年给他提前 你自己付这个成本 然后去学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 你就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了绝对的用适 因为别人就什么都不懂 你好歹是 有了这半年 就提前完成了这半年 自己的学习 然后至于是怎么找到这样人呢 实际上很简单 因为澳洲也就这么一家二家 是干这事了 没错 因为实际上 整个讲加拉嘛 我们那个班实际上还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当时只有 一二三四五个学生 然后呢 水平差距特别大 我是属于是那个最菜的那个大 因为我只 我是转专业只学过两年的 那两年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研究师学的两年的那个课程呢 都也是比较水 而且还比较学术 什么样啥也不会 另外一个是本科也都学过 本科就是计算机的 还有一个是 华为大佬 在华为干了一年 土耗达利亚 还有一个是 本来就基本上是 快到senior level 一个学生也来学这个 所以当时老师讲的也比较纠结 他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以 把大家的水平的 拉到一个senior水平 还有说给我们这种 entridge level水平的几乎 所以就比较那个什么 于是反正当时我学的时候吧 就有点赶 所以实际上那个高度比较高 但是他确实是 我至少他那些 他们在讲特别细咸东西的时候 跟不上也就跟不上 反正我就是 你就光把那些大面上 你好歹 比如说学校 你根本就没有学过 sprint这个框架 你好歹 你知道这sprint框架是干什么的 现在的各个工具都在干什么 比如说 随便说一些工具 当时我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实际上都是 工作以后都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 什么Gunit测试的框架 什么Jinkins整个的CSCD的框架 反正我当时两年的研究生 这些东西相关东西的商量也没理解过 但是这个Java的课 就相当于是把整个你要在企业当中 要用到的这些工具吧 从基础的框架到整个的生产的这些流程 这些工具吧 都给你讲一遍 毕竟那个老师他就是一个 也工作了好多好多年 一个 senior level的一个老师 所以这整个都已经 都非常有用 看我这个实际上还真是报了不少玩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 最值的一个 你说到这边来 我已经去报了NATI的翻译的玩意儿 为了5分的移民分 那玩儿也是1万多块钱 还是2万多块钱 反正货老贵的 啥也没睡着 就为了5分的移民人交钱 更别说了 研究生现在还在上榜课 两年再怎么着 是2成408 5万4 40万人民币 40万人民币 我觉得学了也没学什么东西 真正在企业当中 也没有什么特别 还不如报了这个 叫人的这个课 反正这个 因为当时我是和家人聊的时候 我就是 我基本上就是觉得 你要是光给我讲些东西的话 实际上作为不是特别大 我比较堪通的就是 你真正能不能让我 上完这个课之后 我能直接找个工作 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课 所以那些刚才说到那些 工作会用到的这些东西 只是说是一个优势 但是最直接的 给我这个offer的 不是还是这一个内推的机会 就是当时 那个华为大佬 那个华为大佬 他进了这张公司 然后直接给我推的这个offer 所以我就一个面试 在疫情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还能在第一个offer 我就已经被录了 然后在我决定找工作前的两个月 找到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全都是 这匠人这个课的 所以我就直接给匠人打广告 我觉得别的什么都不用考虑 要是学弟学妹们就直接放这个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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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